《非正常》 想要去改變他人 那如果你沒有去阻止這個衝動 這個衝動就會怎麼樣 這個衝動就會開始計畫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然後就開始執行 然後當然就會 就會開始造成一些 事情的發生 當然有時候是災難 所以呢 很重要 當你內心有一種 非常強烈的衝動 想要去改變別人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要 停下來 然後你的注意力 要從別人的身上 轉回自己的身上 就是說 我怎麼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強烈的衝動 我為什麼會這麼 這麼渴望別人能夠改變 我這麼強烈的衝動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 其實自我了解 自我成長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當你有強烈的衝動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你不讓他變成 生活的破壞傷害 那你就是去了解 你了解的不代表說 你不能說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但是呢 你了解了之後 你所說的 跟你沒有了解 之前你就說了 是決然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了你的 這樣的衝動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去表達 如果你沒有了解 而你想要去改變別人 那你一定會變成指責 變成攻擊 但是你如果了解了 是去 去表達你的困難跟你的需求 然後你渴望得到對方的了解 所以 把你想改變對方 變成 你渴望被對方了解 然後把改變 願意不願意改變 交給對方 他要不要改變是他的事 而不是你的決定 不是你決定要他改變 而是他能不能了解你 然後他自己願意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一個點 就是當你有強烈的 這樣的一個 衝動的時候 好緩過來 如果別人 有強烈的衝動 想要改變你 會不會遭到這種現象 有 有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第一個就是 你會不會被激怒 你能不能不被他激怒 就是說 是不是一定必然被激怒 還是說 你 慢慢的 或者你 你已經有一種 機制 你可以不被他激怒 即使他很 強烈的 要改變你 如果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或不要 要或不要 那 你要不是被他激怒 要不然你就是激怒他 激怒他 如果他要你改變 然後你就按照他希望的去改變 那你內心裡面已經非常的怒氣 你會恨你自己 我怎麼會 這麼沒用 這麼沒用 我明明不想改變 但是他那個口氣 我又 我又鬧腫了 我又被他嚇住了 所以我只好改變 然後我改變了之後 我等下就出去啊 我就做很多 這個 讓他很討厭的事情 但是呢如果我 很明顯的拒絕 那 一定感生衝突 然後對方呢 一定會 非常的不高興 劉仁舟去洗碗 我不要洗 好 哇這個 準備就是發出訊號 要吵來吵啊 我才不怕 我才不怕你 我今天有空跟你吵 所以就一場戰爭就會爆發 所以最好的一種方式 就是 其實呢 是 不拒絕 也不接受 那就是 就是 了解 比如說 有人 強迫我去做 他希望我做的事情 那我就去了解他 然後呢 我去爭取 你可以給我一點時間嗎 你讓我考慮一下嗎 或者你給我一點時間我想一想 或者是 去 去詢問 對方他這樣的一個企圖 他真正的用意是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是 一件很難的事情 那如果 如果 如果 對方 還是很強烈 那 你怎麼辦呢 所以 所以很多時候 你怎麼樣在尊重對方 就是 我了解你的 你的希望 你希望我怎麼樣 但是呢 我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 你怎麼樣可以 你讓他了解你 但是他 他最終會不會了解你 不知道 但是 至少你 你有 努力 想要讓他了解你 那因為你不可能改變對方 你不讓他改變你 你也不可能去改變他 那 你改變他就是 你不要 你 你能不能不要再想要改變我 那這其實是你想改變他 對不對 請你停止這樣對待我 那這個其實也是你想要改變他 對不對 如果你 不會要求他停止 如果你想要改變我 你就繼續想要改變我 好了 就是 就是說你不去阻擋對方 他 除非他自己想要停止 否則你不可能叫他停止 你不能轉變他的念頭 那個念頭只有他自己 可以轉變 但是你可以做你可以做的 比如說 我耐心的聽你說 我不會立即的 反反抗 抗拒 我不會馬上抗拒 如果你不要人家改變你 那你能不能 也不要去改變對方 就是說 你不要 去阻擋對方想要改變你 但是呢 你可以決定你自己 我們常常是因為 我們把自己的生命的主導權 不知不覺的交給了對方 對 對 然後希望對方能夠善待你 對 你能不能比較溫柔一點對待我 你能不能不要這麼苛求於我 你能不能不要再這樣的要求我 但是 很多時候 一個人他做事情 他不是因為你是怎麼樣 而是因為我 長久以來 我的觀念 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所以有些時候呢 我會這樣講 是我不自覺的 那如果我多一點 去思考 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習慣的是怎麼樣 然後我按照 你是怎麼樣的人 你習慣是什麼 我來對待你 那可能你就會 感覺比較舒服 對啊 但是如果 我按照我自己的習慣 按照我自己的喜好 然後來對待你 你就會不舒服 夫妻之間也好 親子之間也好 是不是常常都是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 如果 我們的喜好習慣 是差不多一樣的 那我對待你 你也會覺得 這很假當 或者 我認同你的那一套 所以你這樣對待我的時候 我很自然的就接受 但是說你那一套 是我根本就不認同的 比如說 師母很喜歡整潔 但是我認為整潔是個屁 好 現在你每天都跟我講整潔 我內心都一大地一大地 是不是這樣 但是如果 如果我認為 你講的整潔是好的 雖然我做不到 但是我覺得你講的是好的 那就不一樣了 你跟我講的時候 雖然我有點不舒服 但是我會願意去 去靠近 去靠近 去努力 如果你講的口氣是很溫和的 是很柔軟的 你不是那麼強硬的 那我也很願意去調整 所以 所以知道生活是一種對待 你對待別一種 其實也在對待自己 如果你用戳的戳別人 那你一定也會被別人把你戳回來 那你用撫摸的摸別人 別人會用撫摸的摸你回來 所以呢 到底為什麼人家都會用撫摸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家都用戳的方式 那是因為你也跟人家一起戳 對不對 所以就會變成是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相信改變呢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個時刻 你都會去做 你內心裡面認為是對的事情 如果你知道 你昨天認為對的今天已經不對了 那你有勇氣去否定昨天 然後相信今天 那如果你去做對的事情 那很多事情 他該改變的時候他就會改變 比如說 我去好好的對待我的伴侶 或者我好好的去對待我的孩子 那我覺得 我耐心的溫柔的去對待他 這是我認為對的 那他有沒有改變 就不是重點 但是如果我的溫柔對待 是希望他改變 那我這個溫柔對待能對待幾天呢 因為我每天我都在觀察他嘛 我已經三天了 對不對 那很多小孩 他是不是識破父母 對不對 很多父母來上學以後 父母來學習以後 回家都會對子女講話都會客氣一點 但是子女的都不太相信你 對 你這個 這個 你好不了幾天 對 所以有些人說 回去三天 就破空 那因為他 他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可以想像 一個老公他認為 不管你怎麼改變 你就是我認識的那個老婆 最多最多三天 我看你能多久 好 經過三個禮拜 你還是一樣 經過三個月 你還是一樣 甚至已經一年了 你已經跟我認識的以前那個人不一樣 我覺得說 那個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他決定他要不要改變的時候 因為他不想要改變 他就認為你也不可能改變 然後你不要改變了 就想要回來改變我 但是事實上 你要不要他改變 也許你根本就沒有要他改變 但是他自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覺得 好像你改變了我也要改變 所以我覺得你怎麼樣成為一個 跟你自己的關係更好的一個人 別人怎麼對待你已經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你即將要如何對待你自己 當然你自己不是 裝在一個保溫箱或者真空箱裡面 你自己是放在生活中 然後生活很多的變化 然後你怎麼樣去維持你自己的那個穩定跟平靜 所以我常講 當你的生命呈現最穩定最平靜的狀態 你能夠給予別人的一定是最好的 你發揮出來的影響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穩定跟平靜 那你想要幫助別人 可能你也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所以那種衝動想要改變別人 常常是我們在失去自己的穩定跟平靜的時候 如果你的穩定跟平靜在的話 你根本不會想要去改變別人 你只有讓你自己的生命很自然的呈現 然後你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之中 別人跟你在一起他自然他就會改變 然後他會看你他會想 所以你的說話你的做事 你沒有想要改變對方 但是對方也會從你的這樣的所作所為 他會得到一些東西 然後他會覺得你改變了我 但是即使你並沒有想改變他 只是因為他跟你在一起改變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天氣有沒有想改變我們 沒有 但是今天的天氣跟昨天的天氣你有沒有不一樣 有 有 你被天氣改變了 對不對 今天你就感覺心情很自然你就看 昨天你就感覺有一點悶悶的 因為天氣是那樣 所以其實天氣並沒有想要改變我們 但是我們跟昨天的天氣跟今天的天氣 我們很自然我們的心情都不一樣 那你也可以成為你周遭的人的天氣 所以你每天都是陽光的 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是面對陽光 你每天都是陰沉的 別人跟你在一起他自然長得陰沉 所以很多時候去知道你是怎麼樣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的我們今天早上的安靜分享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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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待會兒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